我每次見姐的時候 三高都是波OK的 都是紅色 真的喔 都是紅色的 然後因為我媽媽是客家人 然後我們客家人不是吃很多那個 那個 你知道料裡面 會有很多紅麴 對 然後老人家就說 你就是要吃紅麴 吃紅麴 還有什麼新陳代謝會好啊 然後調節什麼血脂血糖 是 所以我很喜歡吃那個 紅麴的料理 紅麴料理 有時候紅麴你弄一下肉 對 很好吃 對 又覺得好像對身體也很好 結果後來有一次也是 就是遇到營養師聊天 營養師就說 其實那個沒用 他說不是紅麴沒用 是吃紅麴料理沒用 真的嗎 那只是好吃而已 對 那只是好吃而已 所以就是說 你如果只是要吃那個紅麴料理 想說可以調節什麼新陳代謝什麼 那是沒用 然後我後來我就找到了這個 是 這個很棒喔 這個就是美國FDA就是認可的 對 然後它就是 比如說我一天一顆對不對 對 然後它就可以讓我新陳代謝變好 是 然後調節那個血糖跟血脂 還有降那個不好的膽固醇 喔 膽固醇也有分好壞 對 低的是不好的嘛 高的是好的 所以就是我後來就靠這個 就是比如說三降醫生 我就把那個血糖啊 血脂啊 然後低密度的膽固醇就降了 然後高密度的膽固醇就升了 我就覺得其實很好 因為身體會變得很健康 然後很舒服這樣子 其實最主要是 不是說紅麴不好啦 是因為你用在料理 你大概就一匙吧 一匙 一匙 能量不夠 所以基本上 對 所以基本上是那個濃度的問題 你要把那個有效的成分 萃取出來 所以當你萃取出來之後 你吃了才真的有達到那個效果 對 其實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的國際間的研究 其實大家都知道 紅麴本身的確對降血脂是有 幫助的 對 因為它有一個成分叫 Molacolin K 大家都知道它對降血脂是有效的 但是還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發覺你如果長期吃 劑量過高的時候 其實會造成肝臟的功能負擔 所以其實也不是說全部都很好的 它也有附作用在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發現 其實它裡面還有另外一種成分 叫健康性的東西 它就比Molacolin K好 它會比Molacolin好的是 它不會造成肝臟的負擔 對 然後它還會回到你剛才講的 它可以把我們的所謂的 血液裡面的 壞的膽固醇降低 好膽固醇 拉高 更特性的是 它還可以調血糖 血糖 血脂都可以 對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外面市售的 紅麴的萃取物 大概都是只強調在血脂 它沒有辦法去講到血糖 因為成分是不一樣的東西 東西是不同的 所以現在這個 比較新的這個成分 其實是功效會功能性會更好 對 對 原來 那意思就是說 假如有三高問題的 它是沒有很嚴重 它就可以 開始調整 對 保養 對 保養用了 對 其實像我自己 我是營養師 可是我自己也要誠實招任 我本身就是有高血壓 我因為家族性 爸爸媽媽就是大家都是有 大概我是可能跑不了 基本上遺傳上就是這樣 對 所以我必須就是要提早去預防 去保養品 對 像我們剛才提到那個成分 事實上它就是 我們先講一下紅麴的來源 它裡面就是有天然蒸汁 對 所以它可以調節代謝 它事實上原本 它原本是我們 講到這個我要特別提醒一下 很多阿嬤會自己在家裡做紅麴 但是會有一個危險性 就是你的發酵的過程 環境如果不安全 其實很多雜菌會進去 對 所以當你去吃這些紅麴料理的時候 其實你很有可能會去吃到 不好的 維生物 對 所以我們與其這樣 我們會建議說 那你為什麼不去選擇 人家就是有好的一個環境 幫你萃取出來的 這是對我們來講 是更加有安全的保障 對 如果你能夠申請到 所謂的小綠人健康健制號的 更棒的 超棒 對 因為它真的是認證的 對 認證 當你去吃這些紅麴料理的時候 其實你很有可能會去吃到 不好的 維生物 對 所以我們與其這樣 我們會建議說 那你為什麼不去選擇 人家就是有好的一個環境 幫你萃取出來的 這是對我們來講 是更加有安全的保障 對 如果你能夠申請到 所謂的小綠人健康健制號的 更棒的 超棒 對 因為它真的是認證的 對 認證的 是 如果我要新陳代謝更好 更快的話 我是不是大量的吃 可以讓它更好 讓我的膽固醇 或是什麼的趕快卸掉 這個不是一處可忌的 我們會感覺就是 你就是做長期的保養 就是做一個保養的動作 當然有可能 比如說我今天 我已經可預期 我今天一整天都是大魚大肉 我可能一整天 可能就是不停的有應酬 那很有可能 也許你可以多吃一顆 但是不需要你一直把那個 劑量拉高 因為我其實就是這樣 一天一顆就好了 對 一天一顆就好了 對 一顆 因為吃多也沒有用 對 而且我還要提醒他 就是你吃了這個 其實真的 你們可以去吃吃看 就大概一段時間之後 你就去抽選 你就去看 效果有沒有出來 是 你就會去知道說 對我身體是不是真的有幫助 另外一個就是 提醒他不能說 因為有這個 我就 我就回來去吃我的鹽酥雞 去吃我的珍奶 不好啦 對啦 你還是飲食還是誰敢 不要跑到基隆廟口去吃東西 好 不要跑到佳醫師上過瑜伽 那兩個人是已經聊起來了 對 等一下流賴 流賴就流 然後我們也要 另外一個就是 生活作息要規律 我們A型的人 老實說 要放鬆 對 所以要運動 生活作息還是要調整一下